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語言當中說我今天怎麼樣 我明天要幹什麼 這個我 是我們在語言直覺當中都很容易發現 如果沒有我 輪迴很難解釋 還有包括我們日常生活 比如說記憶 我的延續性 對不對 這個都沒有辦法去解釋 所以佛教一直有這麼違反世間共識的危險 所以獨子部就感覺是比較大膽提出一種修正 這種修正它又不跟外道的神我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外道感覺上這個神我 好像很容易就能夠接受 對不對 我們的人格 記憶這些問題呢 也能夠被解釋 但是獨子部的這個我呢 叫不可說我 因為它不主張跟外道一樣 是離五運有一個長衣 橫長柱不便意 有主宰性的神我 它變成是一種不疾不離運的一種不可說的我 那當然在波爾金也找到這種依據啦 那在友部的論書裡面呢 說這樣的說法 就是比較極端的友部 他們說獨子部是一個持佛界的外道 就是他的知見是外道的知見 那事實上我們如果 要把這個外道這個 跟內道的現化的具體一點 獨子部一定是不承認的 因為他們的我跟外道並不一樣 先看一下這個我有多麼的奇怪 急運離運的我 在那個西方的哲學裡面 有一個叫特修師之船 就之前我們有稍微提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最少秒的羅基貝倫 這個貝倫看完你會關於人生 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幾百年的船 期間不間斷的維修和替換物件 只要一塊木板腐爛了 它就會被替換掉 隨著時間推移 直到所有物件都不是最開始的那些了 問題是 最終產生的這艘船 是否還是原來的那艘黑修師之船 還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 如果不是原來的船 那麼在什麼時候它不再是原來的船了 如果用船上取下來的老部件來重新建走一艘新的船 那麼兩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黑修師之船 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的身體是由第一粒子構成的 從我們出生到現在 星辰代謝無時無刻不再停止著 那麼今天的你和國內的你 甚至一年前的你完全不同了 那麼你還是你嗎 如果你被繞遇了 不要怕 滾住我 這個可愛 貌美 馬夫妻運的博主榜 下期第一次找到 這個是特修師之船 就是我們之前有講過的 如果 剛剛有看懂嗎 沒看懂嗎 還要再看一次嗎 他講比較快喔 十大貝倫之邏輯篇 黑修斯之船 最傷腦的邏輯貝倫 這個貝倫看完你會懷疑人生 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幾百年的船 期間不間斷的維修和替換部件 只要一塊木板腐爛了 它就會被替換掉 隨著時間推移 直到所有部件都不是最開始的那些了 問題是 最終產生的這艘船 是否還是原來的那艘特修斯之船 還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 如果不是原來的船 那麼在什麼時候它不再是原來的船了 如果用船上取下來的老部件 來重新建走一艘新的船 那麼兩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 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的身體是由基因粒子構成的 從我們出生到現在 星辰代替無數無刻不但精神的 那麼今天的你和多年的你 甚至一年前的你完全不同了 那麼你還是你嗎 如果你被繞遇了 不要怕 關注我這個可愛 貌美 馬夫妻運的博主榜 下期繼續找到 這樣有看懂嗎 這個叫特修斯船 就是在那個古典的那個 希臘的哲學裡面提出來的 這是一個沒有辦法去解釋的問題 就是我們 因為這是一個哲學問題 但是我們佛教是很早就 談到這樣的問題 就是一跟一的問題 就你們聽得懂嗎 就是我們在 其實佛教的語言 你說一啊一啊 他講的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 就是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 理論上都不一樣 但我們講那個設受想形式 對不對 不管在外觀設法 生理上跟心理上受想形 對不對 無時無刻的都在變動 那麼今天的你不是昨天的你 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嗎 就跟這個船一樣喔 這個船 在海上 對 一塊木頭爛掉他就換一個新的 那假使這個船不用靠港補給喔 他就是這麼一直航行下去這樣 那麼這個船跟原來的那個 在港口起航的那個船呢 是不是同一艘 如果是的話 是的話好像沒什麼問題喔 但是你把那個舊的零件 再組合成 一個舊的特修師之船 那我問你這個新的跟舊的 哪一艘才是真正的特修師之船呢 這個就好比我們現在的那個複製技術對不對 我如果把你的細胞拿一個出來 到那個 這個實驗室去培養喔 讓你這個細胞能夠無性生殖對不對 然後他長出一個跟 理論上是跟你同一個人啦 那麼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你 他跟你是不是同一個 感覺上應該不會是同一個 對 他應該是相異的那一個 對 那如果是相異的話 那麼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 是不是也是相異的呢 是喔 那就是我們講佛教講這個叫斷滅有沒有 就是前後不相干嘛 那前後如果不相干的話 前後不相干這個 現在的你不就是無音的嗎 對 非一非意就是我們 我們在 蘭可然也有講到就是 實在的東西喔 假如他是實在的 只能說是一或是意 沒有說 同時具有兩種特徵 雖然那個為世家常常用意門說 就是從這個角度來說是意 從那個角度來說是意 但是我們現在不是說用 不同的角度或是不同的命題去觀察 而是直接直指的 今天的你有一個特徵喔 明天的你應該也有一個特徵喔 明天的你應該也有一個特徵喔 我們說實得也對不對喔 那種具體的不共於他的那種特徵 是不是統一或是相異呢 這些是無解的喔 如果我們站在實有的立場 的確他就是形成一種某種的悖論 某種的悖論 那我們 我們這一品是然可然喔 他談的就是我跟五韻之間的關係喔 如果我們有一個前提就是 在本著品說齁 眼耳鼻舌生意一定是有一個 擁有這些特徵的 這麼一個統一體嘛 但是在本著品我們 容數就抨擊了這種本著的觀念 是錯誤的 那一樣然可然品 我跟五韻為什麼不能夠是獨立的呢 就是我來擁有五韻 因為如果 如果我來擁有眼耳鼻舌生意這些感官的話 那麼意味著我跟眼耳鼻舌生意 都是可以互相分離的對不對 我們說那個前面有一句說嘛 就是 這個眼耳等珠跟異相兒分別 就是他們是這樣可以分開的話 那麼眼耳鼻舌生意 這個我根本就離不開眼耳鼻舌生意 他們是無法向你 因為 離開了這些知覺 你 並沒有辦法 理解什麼叫做我 那事實上呢 我與法 他們是互相都不能夠離開的 那 如果 這個燃可然品 龍術質疑的方式也是一樣 如果燃可以離開可燃 這個燃就變成無因的 因為找不到可燃跟燃呢 有什麼任何的因果關係 所以它就變成一種無作火 就是沒有原因的這個火 那如果在這個部派 就是獨子部的理解 他說因為就是燃跟可燃是別異的 他們是獨立不同的實體 所以才可以說互相的作用 或是互相的關待 他就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兩個互相獨立 才可以互相作用 怎麼作用呢 就是接近 兩個靠在一起 就是燃自可燃 兩個相碰在一起 就可以交互作用 或是說可以互相關待 那 龍術的回答還是 跟我們前面講的那個一樣 就是燃根本沒有辦法獨立於可燃 我們把那個木材抽掉 燃就不見了 就是它根本是無法獨立的 那我們上一次就是複習一下 那若法應待成 是法還成待 金則無待應 亦無所成法 這個講燃可燃的互相關待 我們說先有燃或先有可燃 而有燃可燃的關待 那就是違背了自己的命題 我們說 待燃有可燃 待可燃有燃 對不對 現在我們如果承認有一個是先有的 那個先有的東西 就不會是關待的 對 所以他說 若法有待成 未成云何待 若成云有待 成云何用待 假如個個安住自信了 那就不需要關待 因可燃無燃 不因亦無燃 因燃無可燃 不因無可燃 這個講就是燃 那龍樹一直強調 燃可燃是不可以獨立的 那在觀察這個燃到底從哪來呢 它不是像鳥來欺 也不像蛇出動 這個在我們這英國品 觀音原品裡面有講到 它兩個獨立就不能談英國關係 是沒有辦法成立的 那上一次就講到這一頌 就是可燃即非燃 離可燃無燃 燃無有可燃 燃中無可燃 什麼叫可燃即非燃 這個 離可燃無燃 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佛經常常講的那一種 叫做五支觀察 就是離運無我 即運無我 即運找不到我 離運也找不到我 那我與五運不相在 那現在是用燃可燃的關係來 說明這個我跟五運的關係 假使說財就是火 那是不可以的 離財以外也沒有火 我跟五運是相同的 就好比說 木頭跟火呢 是同一回事 你們還記得那個觀音原品裡面講的 陰中有果論有沒有 他說陰果根本是同一的 那麼陰跟果只是分位的不同 那事實上他是同一件事情 那現在也有人這麼看待 因為看到木材跟火是不能夠獨立的 就特別是火啦 他不能獨立於新材的存在 於是他就 他就思考一個理論 他說木頭跟火根本就是同一回事 同一回事的兩個分位 一個在陰位他就是木頭 在果位他就是火 那麼在陰位的時候呢 這個果呢是隱為的 因為他們是同一件事 感覺上他說那種同一就可以互相轉換 這個叫陰中有果論 還記得吧 那假如說我就是五運 那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我就是五運 那麼今天的五運跟昨天的五運都不同了 那這個我不就是不同了嗎 這個叫斷滅界你知道嗎 就是譬如說我們再拉長一點 前輩子我是牛 這輩子夜暴受盡了我 我投身做人對不對 那麼牛的射受想形式 跟這個人是受想 射受想形式不是同一個對不對 那不是同一個那就是兩個囉 那牛是牛我是我 那就沒有輪迴果報了 輪迴果報怎麼說的呢 那個牛投身做投胎做人對不對 那這種關係這種連結就被你破壞掉了 這樣了解嗎 好那 那離財以外也沒有我 這個叫做離運無我對不對 我們感覺上這個我呢 從疾運上去觀察是不對的 那麼感覺昨天很快樂今天很憂愁啊 那麼小時候長120現在長到180對不對 設法 設法心法都不停的在轉變 但是呢 轉變的是誰啊 就是那個我嘛 那我們就從這種這種想法裡面 我們就會推論出有一個離開的射受想形式 另外還有一個長橫柱不便宜的我 你們聽得懂嗎 就好像我們舉那個例子啊 這個好像比較騷腦 這這麼早講這個大家都睡著 就好像那個特修師之船 這個特修師 這個船的名稱 感覺上是要貼在一個 在這個航程裡面 比如說這個航程是100年 在這個航程裡面 這個名字都不會換對不對 那感覺這個名字是貼在某一種 非常穩固的東西 不管你零件怎麼換喔 這個特修師之 特修師這個船的名稱 會屹立不搖 兼顧不移的貼在那裡 那請問被貼在 我們特修師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可以貼在什麼上面 它不會變呢 這個亞里斯多德 他就想到一個非常 非常有意思的東西 他說這個是 形式在決定 這個船的形式 這個亞里斯多德他提出一種 形式的實在論 不是我們這個具體的這種東西 是實在的 而是一種抽象的東西 是實在的 這個形式是一種抽象的東西 那什麼是形式呢 比如說有一座大里斯山 這個山是不是有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石塊組成 你們同意嗎 那 好 那麼有一個 比如說有一個雕塑家 對不對 他把一顆石頭 雕成一個人像 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 你現在你不會覺得這個石頭 是這個山的一部分 但是其他大大小小的石頭 人就是山的一部分 你們同意嗎 同意 那你會把 你會把這個景象描述成一座山 跟一個雕像 對不對 你們會不會這樣 嘗試都是會這樣 那麼就變成兩個東西對不對 那麼是什麼把山跟人 這個雕像區分開來呢 他說形式 因為你賦予這個石頭某種形式 所以你就會把它看作是一個獨立的東西 那什麼叫形式呢 這就比較抽象 就是人的形體啊 那個形體 等一下我們會講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岳稱論師的七之說 從 我們說那個 三項 五項還有七項 去求這個五運跟 五運跟 跟我的關係啊 就是有三種推球 五種推球 或是七項的推球 那裡面就有個叫做形式啊 這個是亞里斯多德說的 那感覺這個特修師之船 對不對 特修師之船 如果我們 一個木頭腐爛了換一個 然後換換換換換 反正換到它之後就是全新的 可能 全新的 但是已經替換的木頭也開始 開始腐爛了對不對 又開始換 已經換過的這些零件 總之這個船 在大海上飄了一百年 那它的零件就是隨時換 我們也搞不清楚哪一個部件 已經換了多少次了 那這個船的名稱 還叫特修師 那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是根據什麼說的呢 亞里斯多德說 根據這個船的形式 就是這個船還是原來那個樣子 因為它沒有大整修知道嗎 它沒有因為時代的進步 換新的引擎 也沒有那個換新的裝備 它的那個整體的樣子 形式還是一樣的 那麼就可以說它是一樣的 船比較 感覺上船比較好理解 那我問你 這些例子 可不可以用在我跟我運呢 你們認為 可以 為什麼可以 我剛剛講亞里斯多德說是形式對不對 你從小到大 有什麼抽象的形式 可以說是同意的 長得很像 那雙胞胎怎麼辦 是啊 是啊 那個相似性 這個有點麻煩 因為 你說 你說長得像或不像 如果西方人來看我們東方人對不對 他到這個教室他會搞不清楚他看過你 他說 那個 兩個都長得很像 對不對 他可見這個像好像 是有主觀的那種成分在 因為他不夠具體 但是這個形式 在亞里斯多德講 他是抽象的 但是是可以被定義的 這個相似就很難定義 多像 像到什麼樣的程度 才可以說他們是同意 因為他 他感覺是一個連續的你知道嗎 連續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 我們這個線要切到哪裡啊 比如說兩個東西對不對 對不對 他可以無限制的近視 無限制的近視 同意嗎 那麼到哪 到哪一個點我才可以說他像他 A像B 那 往這邊 往這邊的尺度對不對 是越不像 就是 往這邊 我們 我們把這一條橫軸 認為 是一個叫做相似度的尺度 好 那麼 譬如說 我們 這個是 沒有辦法 這個可能 是心理學的實驗 但是我不清楚有沒有人做過這種實驗 我們找一堆人來講說 A跟B像不像啊 然後來評分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是 十分最像 負十是最不像 然後我們中間只叫0 對不對 然後呢 你說的相似度 他是要到幾分 我們才可以說A像B 可不可以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對不對 那這個還是投票決定的 投票我們還可以決定對不對 現在不是我們在討論真理 A跟B自己的特性 對不對 我們不可以 如果說我們說 畫在0這個地方 或是我們畫在正1這個地方 我們就可以說A跟B是相似的 那麼這樣做 第一 這個我們就要了解 這個就叫社會科學 我們訂出來的相似性呢 是一種共識 共識就好像鈔票一樣對不對 一塊錢對幾塊美金 是可以商量的知道嗎 那我們也可以交給市場去決定 什麼叫市場 就是大家願意多少錢換嘛 懂我的意思嗎 這是共識對不對 同意嗎 同意吧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是 真理耶 真理是商量出來的嗎 就是說各位同學 贊成1加1等於2的舉手 贊成1加1等於3的舉手 那1加1等於3投票過了 那以後我們就 規定1加1等於3 可以這樣嗎 真理可以這樣嗎 不行嗎 那相似性可以嗎 我小時候 那個樣子就是 跟我現在很像啊 很像是怎麼怎麼 A跟B有沒有一個特徵是 可以呢 規範自己 他跟B很像 就好比 就好比說1加1等於2 並不是我們投票決定出來的 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相似度是投票才 還知道什麼叫相似 你不要看這個相似性 這個電腦學不來的 對啊電腦就很迷惑啊 就是一樣就是一樣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他不理解我們怎麼 他不理解我們的人的意思 什麼叫相似 知道嗎 譬如說我寫 我寫這個字 你認為我寫什麼字 你認為我寫什麼字 看不到 你認為我寫什麼字 對電腦不知道 但是我們很潦草對不對 很潦草 比如說我這樣 你們就會說他是A 對不對 他也有長得像H 對不對 但是電腦還是不知道 懂嗎 就是我們的意識會去補 補那個 對 就是我們會把它補 跟我們認識接近的東西 現在的AI有辦法 譬如說我們那個 他們有一些那個 這個學電 學資訊的人比較知道 學資訊的人比較知道 現在 就是它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然後那個 現在你們上那個 現在淘寶沒有了 淘寶有一個找相似有沒有 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 譬如說你造這個 造這個水壺對不對 你照相 然後那個 淘寶就會幫你判別 他會把 你要找的東西 就 跑出來 他是用AI 那種AI 就跟傳統的那種電腦 是不一樣的 這種其實是我們 認為我們這個 高 高階 就我們把自己的意識 去認識我們的認知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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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過程 認為是一種 比較高階的 就電腦學習不來 但是事實上 它就有一定的模糊性 這種模糊性 就很難用那種 數學那種 那種方式去規範它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是一個 你說相似性有沒有 是 不是那個亞里斯多德說的形式 這個特修斯這個船的名稱 往哪裡貼呢 對不對 航行了100年 他還叫特修斯 問題是什麼東西是一樣的呢 從 從他那個出航那一天 到今天50年了 那麼這個特修斯還叫特修斯 船長也說自己是特修斯的船長 對不對 但是他哪個東西是從 出航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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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船 A跟B A跟B 是一樣的嗎 在自我的意識也是一樣 我們認為小時候 有一個我 有一個我 那個我就是現在那個我 怎麼證明呢 就是找不到 那找不到 我就不是那個我了嗎 A跟B A跟B 對不對 假如我 譬如說我 我十年前我殺了一個人 警察都抓不到我 那麼今天 終於逮到我了對不對 我跟警察說 那個十年前那個我 不是那個 不是現在的我 那我會接受嗎 是我們有記憶嗎 就是我們 我知道是我殺了他 那假如這個人 這個罪犯 他得了老人痴呆症 那怎麼辦 到底有什麼蹤跡 可以說 你就是那個 十年前的那個 這個是一個大哉問 是一個哲學問題 那 這個佛教當然是 我們說龍術 龍術說 三種 三種推球 五種推球 七種推球 都找不到這個我 但是這個特修師呢 是一個假名 容易 容易理解對不對 但是呢 在大乘一個非常難理解的 就是我們在本書評也有講 野耳鼻的生意 跟這個本書 這個我 是 離了我 離了我呢 離了五運沒有我 這個我 這個我是假名 很容易理解 但是呢 離了我也沒有這個五運 這個五運也是假名 就不好理解 對 但是大乘的立場是這樣 五運跟我呢 同樣都是假名 因為誰也離不開誰 雖然我們感覺 這個五運很具體 這個零件很具體 但是呢 沒有我 沒有我 或是沒有這個假名的 沒有本柱 或是沒有 沒有然 可然也不可得 顯然這個五運呢 是有某種的統一性 或者我們怎麼理解 這一些感官呢 對不對 這個就是 我跟五運很奇怪的關係 那我們來看這個 宋文 這個就是在講那個五種推球 這個宋文是比較 稍微念一下就好 這個是黎韻跟疾韻 可然疾非然 可然疾非然 木頭不就是火 這個是 不一 就是不是相疾的 不是木頭等於火 不是因中有果認 但是不一 難道是異嗎 離的可然也沒有人 離開的木頭也沒有火 離開的五運 這個我就找不到了 所以他也不是 互相獨立的兩個 兩個那個獨立的實體 離運無我 疾韻也無我 那麼 後面的推球呢 就是離運有的 因為幾乎沒有人把 我跟五運 視為是同一的 幾乎我們都會認為 這個五運在變化 但是我是不變化的 所以後面的呢 都是我跟五運 互相獨立的 兩個實體 然後再說明他們有 他們之間有一種特殊的關係 所以後面這個呢 其實還要再加一個 就是可然中無然 這樣就變 急運離運 然中有可然 然中無可然 可然中無然 這個就是三種 三種加兩種就是五種 這個叫五種推球 在阿罕經上處處看得到 都是用這種觀察 那後面就講獨立 我跟五運的關係也是一樣 五運即是我 離了五運去求我 同樣沒有 這是離運 急運離運 兩種根本件是不能夠成立的 所以可然即非然離可然 這是前面這一句 離運跟急運 後面就講那個 外道都是主張身心 以外有一個死我 這裡是不能夠證明成立的 離了身心的活動 怎麼知道有神我跟靈魂呢 有的執著說我跟五運是相離的 但是彼此間有某種的聯繫 但是我是主體 既然我法相依而有 就是以我為本體 那法是屬於我的 就是眼耳鼻聲 夠大了吧 可以嗎 看得清楚 這個我呢 我法是 我法相依而別有 我是本體 那麼法 這個法就是五運 眼耳鼻聲聲移 色聲香味醋 不是聲聲 眼耳鼻聲聲移 還有那個色受搶行事 這個是屬於我的 我有法 就是我是擁有這些感官的 這些經驗的 身心屬我 等於財是屬於火 就是木頭是屬於火的 但是木頭並不屬於火啊 他們是各自各自有各自的體相 所以然亦無可然 它是不 不是木頭屬於火 所以我不因為身心之主 而有身心 這是一種 我法是不同的 我是整體的 法是差別的 我法相依而有 到底是我中有法呢 還是法中有我 假定說 身心當中有我 尋求起來是不可得的 可然中無然 也不是我大而生小 身心在我中 所以然中無可然 這樣理解嗎 所以我們這個五種推求 就可以寫一下 第一種呢 這個是我 針對這個 我的五 五項推求 我是急運的嗎 我就是五運 不是嘛 對不對 第二個呢 這個我是 離運而有的嗎 獨立於五運而有的嗎 這樣了解 第三個呢 是 三四五呢 都是 離運 去推求 但是我們 我們說那個我跟五運 雖然是獨立的 雖然是獨立的 但他們有特殊的相依關係 第四個就是 我是擁有五運的 他們的相依關係就是 我是主體 這個運是屬於我的 然後第四第五就是 我跟五運呢 我跟五運呢 是 我大 運小 運是在我 運在我當中的 然後呢 國小運大 國小運大 這個我呢 是 含藏在 五運裡面的 這種 都叫做 來 讀 這個叫 我們在那個阿涵經裡面 講那個有沒有 叫相載 那個 你還記得那個 那個 那個經文嗎 色是我 亦我 相載我 有沒有記得嗎 這是五種推球 這個就是 相載他們兩個是獨立的 就是離運 是獨立的 但是 說明他們兩者有特殊的關係 第三個就是 我是主體 我擁有這些五運 五運屬於我 我想這個是在強調一種 主宰 我是主人 我擁有他 我用他們來看這個世界 來聽這個世界 知道嗎 我是擁有者 了解嗎 然後這個呢 就是一種 相依的關係 就像人躺在床上那種相依 但是 我 就是 運是比較小的 它 依於我而存在 這兩個獨立 但是卻相依 這個 這個 這個很抽象 但是 它就是在講兩種獨立的事物 有某種特殊的關係 但是 我大運小 就是 運在我當中 我們會覺得這個我是 很偉大嗎 就是 雖然這個我找不到在什麼地方 但是這個運呢 是含融在我 當中的 然後 第五種呢 我不是這麼大 就很像人有三魂七魄 是藏在身體裡面 藏在這五運當中 這個我 我是比較小 依於五運而有 這樣了解嗎 了解 人 人 躺在床上那個相依 那個相依 蛤 我跟五運是同性 同 同 同一 是 是 是我 這個是義我 義我 相在 相在 當然這個哲學上 很難想像 我也不知道外道怎麼想 你們躺在床上怎麼會有大學 這個是指的他們的關係是相依 然後相依有一個主要的有沒有 主要的那個被依靠的到底是我被 運來依靠我還是我來依靠運 不一樣而已 哪一個是主要的 這個靈魂很小啊 躲在那個 射身下 不知道躲在哪裡這樣 然後或者是這個 這個 靈魂是 很偉大 但這個大小不是 他們 可能這個我是沒有什麼具體的形體 所以他是非常抽象的一種 一種看法 他認為 外照認為我還是看到那個 蛤 看到那個我 其實這很難說明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根本離開了五韻 根本找不到這個我長什麼樣子啊 他是可以看到的嗎 還是不佔有空間的那種東西呢 不知道 那個 那個就是在經驗當中去說 有這個我嘛 對不對 在經驗當中說這個我 問題是把這個經驗 感 因為這都是在講我跟五韻是獨立的 問題是離開了這個經驗 這個我是什麼 我們這個外道只好說是形象微妙啊 因為根本就找不到嘛 所以他就說這個是微妙的 也可以這麼講啦 為什麼他難說明是因為 根本這個我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離了五韻就沒有辦法說明了嘛 因為火焰也有說一樣的 對不對 但是又不是同意的啊 所以只好說他就像木頭跟火燃跟可燃的關係一樣 是不疾不理的 不能說他是 是我 也不能說是義我 但是呢 是實有的 這個 這個我叫不可說我 這個是獨子不說的 獨子不說的 兩個就是在這個範疇 對 兩個是相依的 誰也離不開誰 他那時候有實我 真我 蛤 就是這個是真我啊 但是那個我們有講過後來 在明代的論詩 就替獨子不平反 說他們是 預先就知道了有如來賬這種東西 對的確嘛 他跟如來賬就有點像 但是不是 他們還是為了解釋什麼你知道 他不是為了解釋那一種 形上的實體 一切法的因 他是為了解釋記憶 還有輪迴解脫的主體啊 可是佛說以外賬有三種以外賬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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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但是獨子不 好 等一下喔 這個是五球對不對 我們在講那個七球 講七球 蛤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地我 黎韻我跟那個後面三個月 這個是 這三個是他的說明 蛤 是他的說明 對 因為黎韻有一種意思就是說 他兩個互相獨立 那獨立不就沒有關係嗎 你還記得那個 我們那個官那個 蘭可蘭品有沒有 蘭可蘭品說 如果木頭跟火是獨立的 這個火就是沒有陰的 知道嗎 然後這什麼 無陰火啦 沒有燃 沒有木材的火 這根本就是無法想像 而且人公則陰空 就是 我們種種的陰緣 就是 什麼氣候比較乾燥 溫度具足 什麼這些條件 這是都白費的 你去鑽木取火這也是白費的 因為這個火是獨立於 這些陰緣的 那麼 這種禮韻當然就是很容易 就 理解 我不能獨立於韻 對不對 但是他們又轉變 轉變就是說 雖然獨立但是有特殊的關係 我跟五韻不是互相沒關係 就是你是你我是我 他們兩個 有一種 自然的 一種 特殊的聯繫 知道嗎 像我們現在講的那種量子糾纏就是有特殊的關係 就是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 獨立的兩個 量子 好像兩岸關係是量子 那個是人文科學但是我們現在講的是比較 就是 諸法的特性 這個就比較像自然科學這樣 因為我們在講的是真理 好 就這樣 這樣了解嗎 就是 是我 亦我相在佛 他是在講這麼一回事 然後推求呢 都找不到這個我 那找不到這個我就 沒有我嗎 沒有我嗎 沒有 蛤 蛤 沒有 就有一個 我記得 就是 有一個 有一本書 他是那個 腦神經 外科醫生寫的 他就是跟我們介紹一些腦 的問題 然後 會造成一種非常 奇怪的病症 就是有一個病人 他沒有短期記 因為他有腦傷 對不對 海馬回那邊 所以這個人沒有短期記 然後就很有趣就是說 每一個時刻對他來講都是新的 比如說他看到你 他就一直跟你說 先生你好 初次見面 我是誰誰誰 你就 你十分鐘前就站在這個 教室啊 問題是他每一次 撇頭看到你 你都是新進來的 懂嗎 知道嗎 然後他就是我們那種 完美的 完美的那種 我們講解脫 解脫就是沒有我 對不對 對他來講那個前面那一刹那都不是我 如果李韻是真的的話 不是李韻 應該講那個特修師之傳 我如果就是五韻 這個五韻一換 這個我就 不是同一個我了 那麼 他就是這種極韻的典型 如果說我就是五韻 我完全沒有獨立性的話 這個 這個就會變成是聖人 你知道 他活在真理裡面 問題是沒有 那我們可不可以想像一個阿羅漢說 沒有我是怎麼 他怎麼過日子 所作以伴 不受後 凡行以利 說 他 我剛剛只是舉一個例子說 如果極韻是真理的話 那這種人好像就是活在真理裡面 活在真實的那個 那個世界 那個世界裡面 對不對 對不對 那 如果 五向推求沒有我 是阿羅漢 他說 那個凡行以利 所作以伴 不受後有 那他會有什麼感覺呢 不是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就我們 我們講那個 不自殺要自殺 那種聖人 應該他只是 聖人我自己 蛤 聖人我自己 我現在要問各位就是說 聖人跟我們的差別在哪 他 他能不能承認 人有記憶 沒有我嘛 那麼承載這些羅漢習系的 是什麼東西 譬如說那個有一個聖人 他就 他以前當過什麼 我不知道他當過什麼東西 是常常是婆羅門還是怎樣 他都叫人家叫奴才啦 就小卑有沒有 就是他的那個口頭禪 蛤 不是不是不是 對他 他就說 然後他 那個佛陀叫他跟 跟那個和神道歉 他還叫人家 小卑 小卑真是對不起你 小卑 小卑真是對不起你 因為他的事啊 他的事他過去生意 他和神 他能開入 他就叫他小卑 對對對 記得嗎 阿羅漢有習氣是因為 我們講那個叫人格 人格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在 情緒 情緒認知 還有那個 行為上 有某種 特有的 一種傾向 這個是人格的定義喔 對啊 你能否有那個習氣的 言訊 阿羅漢沒有我嘛 那他習氣是貼在哪裡啊 不是 沒有他他對人 他對人有那個 輕蔑的習氣 輕蔑的習氣 然後還 哇 等一下我們 我們等一下 還需要 我們今天就不用 不用轉好了 謝謝 等一下還有影片可以看 我的意思是說 阿羅漢看起來跟我們 好像沒有什麼 太大的 太大的不一樣吧 理解我的意思嗎 他也有他的人格嘛 那麼他有記憶嘛 甚至還會記到 上一輩子的事 是吧 那我們講那個獨子部不是需要一個我 來承載這些東西嗎 顯然阿羅漢有 有有有 他這一點跟我們一樣 同意嗎 他有人格也有記憶喔 那麼沒有我 這兩個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要領悟 他沒有領悟就有我 他有講理我啦 對啦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世間喔 沒有我們要找的這些東西 有的只是什麼呢 語言在說我 知道嗎 這些都是種種的描述 種種的描述 當然就可以成就這個我 假名啦 因為沒有實體 沒有實體 如果有實體 我們會找到我跟五韻的關係 問題是沒有 甚至大乘再更進一步來講 這些五韻 色受想行事 不可能是獨立的 在那邊 意向而分別 在那邊好像就演一齣戲 顯然這齣戲一定有一個導演嘛 如果沒有我的話 怎麼理解這些東西呢 所以 依法 而有人 依人 而有法 知道嗎 這是 本著平說的嘛 這樣了解嗎 就是 然可然還是本著 這個 人跟法 都 不能夠 互相 獨立 相依是對的 但是 外道把他理解是兩種實體的相依 獨子部也是一樣 他認為我是獨 一定要有 不然這兩個沒辦法解釋 這樣理解嗎 他跟中官就差在哪裡 你是假名 但是我們要理解這個假名的意涵 假名什麼是假名呢 他自己沒有自己的特性 他的特性呢 完全是官代 官代 官代是一種絲色 知道嗎 長跟短是一種官代 但是長跟短呢 是被我們設定出來的 相互比較而有的 知道嗎 一定以人為前提 我們才能夠描述這些經驗 知道嗎 也是因為有我這個前提 我不會把你的攝氏行事當成是我的 如果我們覺得攝氏行事意向而分別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攝氏行事在這裡對不對 他的攝氏行在那裡對不對 那麼 我們兩個為什麼不會被看成是同一個人 因為都叫攝氏行事啊 那個這個天然的界限在哪裡呢 你的攝氏行事不會跟我的 搞 搞混嘛對不對 不會說 我跟你握個手 我就有你小時候的記憶 並且把它當作是我的 怎麼可能 對不對 我們是有一個 天然的界限喔 那這個界限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假明就可以解釋了 假明 這個如果我們講這個是假明 那麼我們也可以這樣看 也可以這樣看 前提是他沒有實體 我跟五韻呢是 互相關大而有 他不是自己 擁有這些特性 那既然沒有自己的特性 也沒有他賦予我的特性對不對 因為沒有一個不是假明 所以就是假依假假的依著假的 沒有一法 有自信 那麼就是一切法空 這樣了解 都是假明這個是大乘的意見喔 好那個這個五求就是這樣喔 然可然說受受者平依這種 受跟受者 感受 眼耳鼻舌生意對不對 跟舌身相位觸法 眼視耳視鼻視生意 這個受受者 感受跟感受的這個主體 也可以這樣來看 就是我跟五韻 細細點來看 耳視跟 這個耳跟聽 聽到的這個聽者 聞跟聞者 受受者都一樣 平衣就是 平呢是跟衣服都是由他的織分 車子也是一樣 這個躍身論師 很喜歡用車子做比喻 每一個失誤都由他的織分 跟總體 織分 跟總體 就是 就是 這個我 剛剛那個船也是一樣啊 好 他都是什麼呢 這個是佛教的那個用詞啊 他就是那個總體 跟部分 那 就是我 跟五韻嘛 知道嗎 那受受者也是一樣 受者是這個 跟很多的感受 苦澀漏壽不苦不樂壽 都有個受者 他們的關係呢 都可以這樣來考察 知道嗎 那躍稱論師很喜歡用 車子 跟 他的零件的關係 他不用木頭跟火 木頭跟火是獨子部 為了說明 那個不可說 然後那個躍稱論師用七支觀察 他是用 車子的零件跟這個車 對不對 這個車子在一一零件當中 找得到嗎 這個 我曉暈 車子 藏在車子的零件裡嗎 還是車子的零件 組合起來就有一個車呢 這個車 上哪找呢 跟那個船一樣有沒有 這個零件 每一個零件 壞掉就換壞到就換對不對 那麼這個總體還是同一個嗎 我們說人的一生相似相許 這個相似相許就不可能是實有的 對 唯示家說的 這個是 刹那刹那變異對不對 這個 變異的整個過程 這個是資 對不對 那他們這個有資呢 是 同一呢 還是相異呢 昨天的你 昨天的事跟今天的事 不一樣 對不對 為什麼能說是同一個呢 同一個呢 如果是兩個 那我們都活在錯誤當中 我們應該那個 跟那個記憶的人一樣 就是馬上就 不是那個人 剛剛做事都忘了 是嗎 那還記得是這種錯覺嗎 這個像這種真理就是什麼呢 違反限量 真理 最怕就是違限量 你就違反限量 這個狗屎是 犯的體現嗎 一切法都清淨對不對 那個 黃金是犯的體現 那狗屎是嗎 是嗎 犯啊 一切都是犯啊 對都是犯啊 沒有那個 但是原則 道理上對不對 黃金就是狗屎 狗屎因為都是犯嘛 那 我們人會愛黃金 會把狗屎 就是 如果踩到還要拼命的 把它弄掉 那是一種錯誤 所以那個外道 外道的繁字 他今天就體現給你 他不愛黃金 愛狗屎 這個就是跟限量相違 知道嗎 就是 真理是需要 需要我們這樣要費盡心力去 把不喜歡的變成喜歡 把喜歡的變成不喜歡嗎 不是嗎 這種真理有什麼價值 對我們 我們認為是 這個真理 在某方面還是可以解釋我們的經驗 所以 你要注意就是說 後面越來越形而上學的 東西就越有這種成分 就是 跟你說你現在的是假的 假的 這種錯誤是 完全是不對的 就是 有這種學校 你現在在下雨嘛 我們說那個是雲 是錯的 是有龍在上面 是他一定要講一個跟你限量相違的 這種在 特別是我們講那個量論 是你的真理是 用來解釋現象 不是來破壞 破壞你的限量 知道嗎 這樣越有形而上的 就越會 破壞你的限量 那個都已經是 應該要拋棄的理論 像 之前的 之前的這種 我的學說 都還是為了解釋我們的限量 就是我們現實是有這些的 我們要追求他的來源 你不能說那個來源就是一個錯誤的 然後就把他輕易的抹煞 那就是我們不應該有人格也不應該有記憶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好了解嗎 那 這個然可然受受者評依一切法都可以這樣 這樣來觀察 那最後結頌說 若人說有我 諸法各異相 當之如是人不得佛法畏 假如呢 依這個 假意思 依實力假 覺得有色受想行事有 有眼耳鼻舌生意 這個是真的 只有我是假的 好 這個我是沒有 這個 我們要理解這個有物 他的解脫觀就叫做 灰身敏智 他就是屬於這種理論的 這種理論 雖然尊重限量 但是他把最重要的人格跟記憶都丟掉了 灰身敏智不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些人格什麼都是錯覺都是假象 不就是這樣嗎 因為這個我 因為這個我這種統一性的東西也丟掉了 你解釋一下 那灰身敏是一個 解釋一下 那這個灰 灰 你什麼想說 滅 滅就是 對 敏就是滅 滅 這個 敏是滅的 果爆體 夜爆禁的這個果爆就成歸成土歸土嘛 因為你不受後有了不是嗎 所以這個就這個這個 這個夜爆禁了呢 因為不受後有 不再相去有五韻 那麼現在的身體就 就 就像灰 飛灰一樣 對這是阿羅漢 他們認為 解脫就是這麼一樣子而已 就是真的就什麼都沒有 這樣了解嗎 這種就是一假歷史的 學派 那這是一個倒霉的理論 如果他是一個真理的話 那麼這個世間就太不可愛了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叫解脫 我就不理解他 他有多痛恨這個人生 所以他們的解脫理念 長這樣子啊 那我也是很懷疑 會有人去追求這種解脫嗎 但是必然是一個想要自殺的人的理論 我們說那個 那個 有一種外道叫 有一種叫我們 有我愛跟無我愛有沒有 就是不喜歡這個輪迴 到了極致的人 就是自殺也不能解決問題 你只能修定 終止這個輪迴的 這個機制 那就叫灰聲明治 這個是外道的一種 我們講那個佛洛伊德有講嘛 他說人都有一種生的慾望 一種那個生 他叫Libido 就是比那個生 有那個生子跟生命的意涵 比如說我們想要創造 我們想要表現 那都是生之意欲 不一定是性 包含了性 在裡面 那都是屬於生的慾望 然後他看到那個世界大戰以後 他就說人有毀滅自己的慾望 剛才就是一個 對立面 很像那個外道 有人是追求一種 比較成佛 就是積極意義的 或是我跟犯同意 就是說有積極意義的 但是有一種外道他是認為 熄滅一切那個才叫解脫 那就剛好一個叫生的慾望 一個叫死的慾望 這個 假和的我也沒有 但假我所意的死法不是沒有的 但中官家來看呢 凡是有就是緣起的存在 離了總統條件說實在的自信法 那絕對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那依於然 可然的見地觀察我與法 自我與彼我 此法與彼法 都沒有真實的別異性 一切都是無自信的緣起 從緣起當中去動盡一切無差別的 無性空極 才能夠離自信的望見 憲見正法 得到佛法的解脫位 這個理解嗎 我們從這種無自信當中 從這個 我跟五運的緣起性當中 離了我沒有法 離了法也沒有我 這個就叫做緣起性 你知道嗎 但是 疾 我們在 五運當中 在這個變動當中 好像看到那個統一性的不變的東西 了解嗎 好像 但實際上推求起來沒有我 但是這個好像呢就是賈明 他承擔了我 記憶 人格 這麼一切 這種統一性的 角色 但是他沒有實體 沒有實體 不代表什麼都沒有 知道嗎 說沒有實體就沒有的 那就是 那個我 我 我見 我見那個 我見很深厚就對了 這個直實的毛病是非常的頑固的人 他才會覺得 沒有實體就代表不存在 這樣了解嗎 邪見深厚者 如果我們從這種 我跟五運的關係當中呢 見到一切無差別的無性空極 就是一切法是沒有自信的 這個叫做空 我沒有自信 五運也沒有自信 所以呢 沒有自信 這一點上是沒有差別的 這種空極性 這種空極性就是 聖人見到的無分別字 這個我們以前有稍微講過 為什麼這個無分別很重要呢 這個空性很重要呢 我是空性對不對 空性不是什麼 他的本質 意思是 我沒有字體啊 這種 否定性的認識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你不會受限 因為你不會受限 這個我 他的自信不會受限 我們見到的那個無分別 叫無分別好像就是 這叫什麼 應該用三三昧來講 其實空三昧也可以跟那個巨翼 那個正理派的巨翼 巨翼就是 範疇 實在的東西呢 我們講過 實在的東西 一定有 一定有的現象 就是他有實體 孤呢 他有特徵 特性 特性就特別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水有私性 風有動性 對不對 地有肩性 知道嗎 這個是他的德 然後業 他有作用 他能夠 他能夠作用 譬如說 木頭能製造火 知道嗎 還有什麼 這個是造作的意思 這個業 就是造作的意思 那就 他 他 特性就跟別人不一樣 這個是受他作用或是作用於他的 這個其實在 他自己的自性當中呢 就已經 包含了 包含了 另一個東西 知道吧 比如說 這個燃跟可 可燃 可燃 什麼叫做燃 燃是有自性的 那他的業是什麼呢 火 蛤 火跟火 他的作業 火要幹嘛 火就是要燒嘛 燒什麼東西呢 燒可燃的東西啊 知道嗎 他自己就 隱含了可燃 所以那個龍術就一直問嘛 你說兩個是獨立那哪一個先呢 你說先有可燃才有燃 那這個可燃就不因燃有可燃啊 知道嗎 兩個同時有就沒有因果關係啊 蛤 如果這個燃是自己有的特性 就不因可燃而有燃 這個燃就可以獨立 可以獨立就是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火飄在那個 對 就木材抽掉以後這個火還在 有這種事 鬼火是有靈嘛 這樣理解嗎 這個就是燃可燃 記得嗎 燃可燃的宋啊 記得吧 所以 他根本不能夠離開 不能夠離開 不能夠離開這個特性還是自己的嗎 不是自己的 那難道是他的 他 他人的嗎 這個先有這個可燃才有這個燃 這個他性也是沒有的 如果他性都能成立 自性也能成立 那這個性是共作的嗎 這個這個粗一點然後大家商量好 大家有一個默契這樣 只要有木頭火就會跟著來這樣子 共作那是 太好笑了 因為 字他都沒有怎麼會有共呢 對不對 那難道一切都是 一無所有嗎 無因嘛 不是 憲 憲件就是磚木能取火啊 如果說無因就為限量 那到底是什麼 這個自性是假明的 法甲 這是法甲施設 然是根據可燃的規範 可燃是根據然的規範 他是早先就被我們的 名言 他早就被我們的名言所設定了 我們是先 不能說誰先 然跟可燃都是在彼此的關係當中 去加力的 有關係才有這兩個名稱 也有這兩個名稱才可以說明 他們的關係 這個關係就是英國的關係 知道嗎 所以我們就這樣 他是一個施設 施設怎麼來的呢 根據我們的 生活來的 語言離不開我們的實踐 知道嗎 這是被我們實踐 但我們是這樣來描述這個事件 是有效的 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的 理解嗎 理解嗎 沒有 你所謂的存在應該指的是這個 這個具意 就是存在的東西一定是 有他的實體 他是存在的 有實體 有特性 有他自己的喔 然後 他有作用 你說的存有是這樣嗎 就找不到 這是大乘的意見喔 一切也罰空 找不到這樣的東西 那就是 我們在 我們在喔 其實我們這樣想喔 我剛剛講 講到這裡就是為了要講 這一切的經驗 甚至是我 都跟我們的語言構造 我們語言所構造 很有關係 語言 可以在這一方面來講 他就是我們認識當中的世界 知道嗎 語言就是世界 這個不是 亂講的 真實是這樣喔 那 我們當我們熄滅一切 就是知道這是空向喔 我們會從這個 從緣起 從這樣的緣起的關係裡面 去承認他是假明 那他本身是什麼呢 是空極的 那為什麼見到這個空極那麼重要呢 因為這個空喔 其實你 氣氛就三方面 同一個意思喔 空無向無作 這個叫三三昧 常常行三三昧 是會入 是會得涅槃 不一定得但是 是行這三面會得 那我們在這個空性裡面 不見一切法 沒有一切相 禮一切相的境界 對不對 知道諸法無作用 或是我對諸法 沒有那一種 實實的願望 對不對 那麼 這個經驗我們 我們如果說聖人 就是會成就一種 叫無分別制 不見一切相 那個 聽說那個 你們有聽過那個 大爾三藏的故事嗎 魏晉南北朝 大爾三藏是一個 是不是 是國師喔 然後西域來 西域來的一個 修那個小秤 的禪數很有成就 聽說有了 他心通 然後他就來見 這個大爾三藏 然後他 大爾三藏說 你 聽說你有 他心通 對 說 哎呀 這個不敢當 那來 較量一下 沒有 開玩笑 但是他們就是 在一個 場合裡面 視線神通 他說大爾三藏說 你看看 我現在在想什麼 然後那個大爾三藏就 觀察一下 他就說 不是大爾三藏 那個西域的 西域的那個 蠶絲 他就說 他就說 國師 你貴為國師 你怎麼會 到那個 到街上去看 雜耍呢 然後他就說 好那我再想別的 你看看我在想什麼 然後那個 西域的蠶絲 再觀察一下 他說 哎呀國師 你貴為國師 怎麼會到河邊去看人家進度呢 就是看人家划船 比賽划船 然後那個 那個大爾三藏在 在 再專心一下 入了這個 入了三三美 然後這個 蠶絲就 搞了老半天不知道 他在 他的心 沒有住處 心沒有住處 無分別 了解嗎 聖人都 天人都不知道 你心 住在哪裡 所以我們說 無所住身心 無住身心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東西啊 知道嗎 好 無分別字 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啊 你在這個境界裡面 你在回到我們的世間 你會很清楚 這個怎麼來 這個怎麼構造出 我們現在 我們所認識的世界 你不是用概念的 不是現在說說這樣 你會有這種 起 很 直覺啦 我們會 會直覺到 這個世界就是被構造出來 你就知道 什麼叫 對 對你來講 別人 不是經過什麼五求 什麼七求 那個都不是 你直覺的知道 這個世間就是被構造出來 這個我就是被構造出來的 這個我就是被構造出來的 這樣理解嗎 所以 因為同學 同學 你生病的話 那個聖人來跟你講 那個色是我 亦我相在佛 如果善根深厚 你知道這個我被構造出來 那你還擔心什麼呢 對不對 你可以選擇勇敢的活下去 也可以自殺 佛陀都會說你是 那個叫什麼 好 死得很好 我們在阿罕經有看到嗎 還記得嗎 這樣了解嗎 沒有 所以這個經驗為什麼重要 蠶絲的經驗 也是重要 就是我們追求這些 我們說 隨勝勝義的觀察 那麼最後會有一種 直覺的 無分別之是限量 這個叫瑜伽限量 這個如幻如畫還是有我啊 所以阿羅漢還是 該罵人的時候還是罵人啊 對不對 對該痛說我想自殺還是 還是想痛 不是還是會痛啊 但是如幻如畫 了解嗎 但是大乘就更厲害 因為大乘是用怨力 知道嗎 他在如幻如畫裡面還有一種 自願 所以他的 他的解脫會更有意義 不會不會 那個 苦怎麼解決呢 不會 那個苦會變樂 那個是顛倒 知道嗎 那個 佛陀被痛的時候他常常怎麼樣 他入那個 入那個叫什麼 滅靜錠 可以休息 知道嗎 這個 我們說那個 緣起還是次第不亂 苦不會變樂 知道嗎 次第是不亂的 但是沒有 並沒有一個基礎 沒有一個 實在 沒有實在不不代表說苦可以變的 沒有這種事情 你問遠了好不好 你問了都沒有關係了 好 繼續 這個 為什麼 這個 無 劍道 洞劍 這個 無性空極 為什麼這個重要 這樣了解嗎 就是各位追求那個聖人的目標就是這個目標 他是經過三 三種推球 五種推球 七種推球來的 這樣了解 這樣才能夠離 當然這種離就是修索成慧的禮 就是聖人的禮 離開自信的望見 現見正法 就是聖人 才會得到解脫位 因此呢 如果有人說聖義我 是不可說我 就是獨子不說的 是真我 或者是 依實立甲的我 這個色法有極為 心法有刹那 這種依實立甲 我們在這個刹那跟極為 一堆的極為 一堆的刹那 裡面說這個有這個假我 這個都不是佛的正義 就是不是那個 佛說無我的正 那個了義說 如果又說諸法各意象 這色受想行 四言而彼此的生意 是各個差別的意象 以為色法心法有為無為 這個就是有部的無為七十五法 那就是完全不了解緣起 當之世人不能得佛法的真實意 就像入寶山空手而回 這樣理解嗎 那這樣我們這一瓶就 結束 我們 看這個表 這個是在那個 我們的那個 浮言 的講義裡面 中關的講義裡面有 注釋裡面 他什麼是三關呢 像 在雜案經說 夠大嗎 前面的燈要關 看得到嗎 最後的 看得到嗎 雜案經說 佛 世尊告諸比丘 色是無常 無常者苦 苦者非我 非我者 彼一切非我 不義 我不相載 這個叫三關 其實就是不把相載展開而已 四門 尊者雲何得無此身見呢 達言 長者 為多聞聖地子 不見色是我 不見色意我 不見我 中色 色中我 其實這五球就是 我們剛講 就是比較 具體的解釋 三球五球其實 三門四門 其實就是五球 知道嗎 然後 這是 這個 你看這個三 或四 這個 其實就是 佛陀呢 在不同的場合 他講的那個 幾個都不一定 知道嗎 然後 我們把 各個經典講到這個的東西 集合起來 就 就說 完整的是五球 這樣了解嗎 其實 都可以 看你的那個理論怎麼發展 你知道嗎 七四 就是月撐倫石的 我們可以把這個表 這個就要縮小一點 才可以看到完整的 這個表可以啊 這個表可以啊 所以你只要縮這個表 三門四門五球七四 主要是一跟意的問題 這個意就是 離運有我 這個意就是運就是我 這樣理解嗎 他其實就是兩門而已 然後 多數的人會在我跟五運是 相義的 獨立的兩個 獨立的兩個實體 獨立的兩個範疇啦 去觀察他 然後呢 三個 色不義我 色不是我 色不是我 破一 色不義我 破意 色與我不相在 這是三門 四門呢 吉運是我 離運是我 觀我不在色中 觀色不在我中 他跟五球就是多了一個 五球是多一個 我擁有五運 這一個 理解嗎 然後七四也是一樣 我不是運啊 我不義於運 然後呢 不義之分 就是我義於五運 這是相義 對不對 我是依於部分 而有的 或者是非有之 我中有運 我擁有五運 或是運依於我 這個都一樣 這個就是五球 知道嗎 他多了哪一個呢 非為狙計 樂高積木堆一堆就有我了 這個桌子桌角面堆一堆就有一個桌子 車子的零件堆一堆就有一個車子 他是機具而有的 這樣理解嗎 那怎麼破這個機具呢 如果少掉一個戈背 他還叫我嗎 少掉一隻腳 他還叫我嗎 如果 如果我是依機具而有的 今天我打仗 少了一個戈背對不對 他這個我就會變得比較小一點 是嗎 根據這個理論是這樣 事實上會嗎 不會 這個我 這個拿破仁長得比較矮 他的自我就比較小一點 是會這樣嗎 沒有啊 他比誰都偉大 不是嗎 懂我的意思嗎 那 非復刑呢 這個就是我剛講的形式 知道嗎 五運聚集在一起呢 有某種特殊的形式 這個抽象的形式就是我 還記得我剛講那個亞里斯多德的事嗎 那個雕像怎麼跟這個三區別開了 是因為這個雕像的形式 一個工匠 亞里斯多德是這樣說 要再重講嗎 你們後來來的人有聽到嗎 有聽到 沒有聽到 是 亞里斯多德就是 很 是亞里斯 應該是亞里斯多德 對對亞里斯多德 跟 名稱有時候都會搞混 不知道誰講 這是一座山嘛 一座山裡面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石頭 但是我們會說他是一座山 你們同意嗎 他有大大小小的石頭在裡面 可見的這個會被稱作一座山 是因為這些石頭沒有特殊的形式 當我們把一顆石頭 拿出來 磕成一個 一個大衛像 我們會說 這裡有一座山跟一座 雕像 對不對 這個雕像為什麼跟山就分開了呢 是因為雕刻家賦予了這個石頭 一個特殊的形式 所以他就跟山分開了 知道嗎 所以 世界上 為什麼有獨立的事物呢 因為 他們被 每一件事物都被賦予了特殊的形式 這個形式是抽象的 所以需要 我們的 理智 去把握他 那這種形式 體現在幾何學上 知道嗎 所以 他認為數學是最高的學問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這個形式才是真實的東西 那麼這個雕像 他的形式是 雕刻家賦予的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世界的形式是在誰的心中先有 然後才賦予的呢 對 後來的為什麼他的 理論很容易被 基督教接受就是因為 他的理論裡面有 一個創造者的內心裡面 已經有各種形式 然後他賦予這些 只要被賦予形式的 就獨立出來了 這樣理解嗎 這個就叫做形 他叫什麼 形 只有形這個字嗎 就不是形 這個就是形式 這樣理解嗎 這個 月稱論師也是講到 這個這麼奇怪的東西 就是 人有人的形式 形式是什麼 雅里斯多德是數學 幾何學 但是人的形式是什麼呢 這個是很抽象 很像在問人的本質 孟子說 人有四端 四端是人的本質 雅里斯多德 人有理性 所以人 才可以 說是人 這個都可以說是 某種的形式 這樣了解嗎 OK好 說完 然後我們來看一個 有意思的東西 大家才不會睡著 先休息 先休息十分鐘 好那個 三項五項 講完了 先來講一個故事好了 這樣才 比較有趣一點 這個是在 雜汗經裡面的一個故事 是 有關我的推求啦 這個自我是一個很麻煩的事 但是 我們看到這些經論都很學術性 其實在佛陀 在我們當然這些理論都是從佛陀講過的這些 我們在經典當中看到的器材 然後我們把它理論 理論化 就是阿彼達摩化 就是這樣 把它理論化呢 就可以看得到 理論性的東西 但是其實佛陀 在跟人家 對論的時候是非常 生動的 就是 這些話都不是死板板的那些定理啊 什麼什麼 定義什麼的 他就是很 我們看這個 這個故事就很 很有趣 就是佛在這個 彼色裡 彌猴瓷冊 這個他在這個地方 油畫到這裡的時候 彼色離國有一個尼建子 他就是一個外道的哲學家 非常的聰明也非常的傲慢 他都說 朱沙門婆羅門無敵我 結果他們跟我辯論都不能 不能跟我辯論的 乃至佛陀 這個如來之是覺悟的人 都不可以跟我共論 朱沦絲被吻我名字 頭額金翼下汗 毛孔流水 說 我這個 威名遠部 只要聽說我的名字 他們就會開始緊張的流汗 從他的那個頭啊 那個汗滴如雨下 知道嗎 聽到的名字就很緊張 我論易風 能也就是我的這個論 論 可以吹折一切就好像風能夠壓倒樹一樣 吹破金石 浮誅龍象 是我連天人啊 這些龍象這些 叫佼佼者 都 我就是佼佼者的意思啊 何況人間 這些 何況這些人間烏鴉鴉的這一些論師呢 都不是我的對手 就是非常的 有自信的一個人 然後呢 有一個比丘教阿斯波士 他呢 就是威夷相機的到聚落裡面呢 去起始 這個時候 這個色澤泥劍子 他有少於 就是有事情也到聚落 他就看到這個比丘 然後就問 阿斯波士 他說 沙門渠壇 為諸弟子 雲何說法 以何等 教法 教諸弟子 另休息呢 所以你們佛陀 渠壇 就是外道稱呼佛陀的叫渠壇 他說他是怎麼教導你們的呢 阿斯波士就說 火種居士 就是講這個泥劍子 他說 佛陀都教我們觀察 色當官無我 受講形式當官 當官這個無我 此五受陰情方便觀 如病如擁如刺如傷 無常苦空 非我 他說的就是我們常常在阿含經看到的 那這個 倪賤子呢 聽到就很不高興 他說 你是不是聽錯了 沙門渠壇 終不坐是說 沙門渠壇 坐是說 是邪見 我當益筆 難則令之 就是說 這個這麼離譜的學說 難道真的是佛陀說的嗎 如果真的是他說的 那我就要跟他 糾正一下 糾正他的邪見 知道嗎 然後呢 倪賤子就到聚落 到 租 離車 就是 跟一堆這個 這個離車是什麼意思啊 大概就是外道的修行人吧 就跟他們講 就是說 我今天遇到佛陀的弟子 他跟我如是如是說 那我呢 就要去找佛陀 他就講這些都是僻喻 說自己多厲害呢 說我 去糾正佛陀就好像這個 一個男人 把這個草拔掉 然後 守直其境空中抖手 除諸慧亂 我把這個雜草 連根拔起 然後在空中抖一抖 把這些 污秽雜亂的東西都抖掉 我呢去找 渠壇 就是佛陀 議論 我就是要直其領 進退回 回轉 隨其所欲 去除學說 我就像拔根草一樣 在手 空中抖動 把這些 匯亂不成理論的東西 都抖掉一樣 然後就又好像這個 孤酒加直其囊 就是 拿這個酒囊去 這個酒窖裡面去取酒 壓取清醇去其糟 糟渣 糟渣 就是我把這些糟粕都去掉 我只去那個 咬出那個醇釀的酒水 對啊 我跟渠壇議論的時候也是一樣 一定說到他 就是把這個精華都取掉 讓他 讓他自己拋棄自己的那個 胡亂說的意見 如 這個 像知識一樣 到 要 織好的衣服要去市場賣的時候 要把這個衣服洗淨 那我跟渠壇議論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要讓他去除掉自己的邪說 因為像是這個 大象一樣 就是我要把那個渠壇洗臉洗洗 把它洗得很乾淨 像 那個 照顧大象的人 相夫把這個大象拉到河裡面洗澡一樣 然後就是講了這麼多譬喻就是要講 我今天就 要說我要今天要跟佛陀去議論 我一定能夠打敗他 這個時候他到佛那裡 佛陀 然後他就也是很講禮術 就是問他 問他什麼 你 我聞曲 我聽說曲壇你啊 做這樣的說法 你教弟子 余色觀察無我 受想行事觀察無我 此五受陰 情形方便 情方便觀察 如病如庸 如刺如殺 如無常苦空非我 你真的是這樣教嗎 還是說傳話的人 詆毀你呢 是 如我剛剛講的呢 還是不是 如我剛剛講的呢 然後這樣講是如法的呢 然後有沒有顛倒啊 然後 有沒有 不同看法的人來問難你呢 然後辯論 來跟你辯論 然後你 把你辯論的 沒有辦法回答呢 然後佛陀就回答他 他說 你 你聽的就是我說的 然後這樣的說是如法說的 也沒有顛倒 也沒有 也沒有人來毀謗 就是這種說這種法是亂說的 也沒有人能夠推翻我的議論 讓我 讓我的議論 就是 多於付出 就是 我跟 別人來問難我沒有輸 所以者 為什麼呢 我十位弟子說如是法 我常常這樣教導的弟子 教他們觀察無我 受想行事無我 觀這個五運呢 是苦空無常無我 如病如庸 如此如煞 真的是 就是 佛陀就是這麼開始 從以前到現在沒有改變 那 這個 倪賤子呢 我經當說僻 我說一個僻喻 他說譬如 這個世間 一切所作皆依於地 說 我們這個世間 有什麼作為 都是一定依著這個大地 我們踩在大地上的 如是色事我人 善惡重生 這個地是 一切做的基礎 就是我們要根做什麼 大地會長 這個種子總是 埋在土地裡面才能夠生長 對不對 就要像我 沒有我 善惡從哪裡生呢 受想行事 我人善惡重生 一定要有我 又譬如 人界神界 药草 樹木皆依於地而生長 如是色是我人 受想行事是我人 我是一個基礎 如果沒有我的話 那是誰在看 誰在聽 誰在見呢 誰在想呢 連迪卡爾不是都說我私固我在這個是沒有辦法懷疑的嗎 對不對 火種居士就是告訴佛陀 這是常識 知道嗎 這是第一原理 那佛就告火種居士說 佛陀就問他 你說我人 受想行事 色是我人 受想行事是我人 色就是我 受想行事就是我 達言如事 取談 色是我 色想行事是我 那佛陀就說 且立如本 用引眾人為 你就是 你就是做這個決定 做這樣的宣稱 你就用命題來宣稱你的說法 然後讓我們來檢視一下 那他就很確定的說 色思是我人 這個色法就是我 那佛就跟火種居士說 那我就要問你 那你就 然後 我問的你就回答我 譬如國王 於自國土有罪過者 若殺若腐若兵若鞭 斷絕手足 若有功者 賜其相馬 車秤誠意財寶 惜能而否 他說國王 對一個國家有主宰的能力 對有過失的人處罰 對有功的人獎賞 國王是不是有權力 能做到這一切呢 佛總居士就說是啊 凡是主人都是在這個國家都是有自在力的 知道嗎 那你說這個我 受想行事是我 極得 隨意自在 令彼如是 不令如是也 這邊極是 他指的 不是說 是色想行事就是我 而是說 我能夠 我跟色想行事是一體的 我跟色想行事是一體的 因為色想行事是要聽我的命令 所以他們是一體的 這樣了解嗎 那 佛陀就說既然是這樣的話 受色想行事即是我 得隨意自在 令彼如是 不令彼如是也 你說這個我 跟色想行事是一體的 是因為我是主人 對不對 他們都是 從於 我的命令 所以他們是一體的 這樣理解嗎 那就像國王跟他的 城中百姓一樣 我跟五韻也是這樣子的嗎 然後那個倪賤子就默然而住 佛陀就說 訴說訴說何故 就你說啊 你回答 然後就問了他三次 這個金剛力士 就聽了就很氣 就說 你怎麼不回答呢 然後那個佛陀就用神通 讓這個火種居士看到這個金剛力士 金剛力士說 世尊再三問 如何顧不達 我當金剛褲 碎破如頭另做氣氛 你再不回答我就用我的金剛褲 把你的頭敲 敲成氣氛 然後這個佛神力顧 佛用神通 讓這個倪賤子看到這個金剛身邊看不到 然後這個倪賤子就很恐怖 他就說 當然不是啦屈壇 那佛就問他說 徐習思維然後解說 你剛剛說 仲宗說 你剛剛在大眾裡面已經確認過 你說色是我 色掌形勢是我 而今言否 就是你今天又說不是 前後相為 如仙常說色是我 色掌形勢是我 何種居士 我今問如色 藏也 無藏也 然後 他就回答 無藏 取談 無藏則是苦嗎 是苦 無藏 苦是編譯法 多聞聖地子 寧於中見我 亦我相載 佛也 世尊 色掌形勢 亦如是說 如好思維後說 若色未離貪未離欲未離念未離愛未離可 若色若貶若意 當生憂悲苦惱佛 如是呢 色掌形勢 亦如是說 就是 我們為什麼覺得苦 跟我們有對我的執念有關 這個色掌形勢會變異 這個是常理 知道嗎 這個是因為 他還是在語言的規則裡面變化 雖然是空極的 但是呢 我們的語言是這麼規範 那他也是會這麼變化 因為生跟死或生跟滅 是相依不離的 那麼變壞就是苦 這個苦是無法避免 在緣起法上 這個理則是被 被我們施設的 但是被我們施設的呢 他就會如是 如是的呈現 這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那苦中就是苦 不可能是熱的 那 如果我們沒有離開貪 沒有離開域 沒有離開念 沒有離開這些的話 我們會覺得苦啊 當然是會啊 知道嗎 又問他 余色離貪 離慾離念 離愛離可 若色便 若意 則不生有悲苦惱也 如是屈談 如是無益 就是為什麼這個 佛的聖地子 要離慾呢 離念 離愛離可呢 當然就是 這樣就不會有苦啊 這樣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離慾 離念 離愛離可呢 那是因為 根本沒有我可以執著 所以外道 外道本來修訂去 離貪 離慾 離念 他們是用定力來降服這些 貪愛慾念 對不對 但是佛陀聖地子 他的那個 離於貪離於欲是因為沒有我 理解嗎 這是不一樣 這種離是有深度的不一樣 這樣了解 所以聖地子的 這個苦能夠降服 他不會像外道一樣 雖然現在用定力 可以 遮止這些煩惱 但是呢 這些煩惱終究還是要 獻起的 在佛教裡面叫這個叫 隨眠 有聽過嗎 現在沒有作用但是在那邊等著你 的意思 那我們想一想對不對 在那個 寶基金裡面說到 他說有一種 有一種 慈戒的人 叫 比丘 如犬 如快 就好像狗去追 肉一樣 但是這個狗 是看門狗對不對 很忠心啊 但是這個小偷丟一塊肉 這個狗 跑去追 就是他不得藥 最終還是會失去 失去自己的這個道行 他說有人慈戒呢 他不知道要要去降服自己的內心 他認為這個貪欲不好 所以他就搬到山洞裡面 他不跟一切人來往 他這個認為這個就叫慈戒清淨 對不對 那是真的很清淨啊 因為他也不會去 動什麼貪念對不對 那請問這個人死掉以後會到哪裡呢 按照那個印度的說法 他會往生天界 那往生天界 是不是有很多那個 我們說那個 這個什麼 玉界的天都有天女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 你想這個比丘到天界 會不會有很多的眷屬 會不會有很多的天女是他的太太 會嘛對不對 這個就叫做比丘如犬豬快 因為他到天界以後 福報響盡以後 馬上就墮落豬胎啊 馬上就墮落地獄啊都有可能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外道的那個 離貪 離獄 並不是究竟的 因為他們到如意的境界以後 他們就不會再這樣堅持 因為這樣也沒什麼過失啊 對不對 你到天界不是 有很多眷屬 這個很正常 對不對 你還會是堅持嗎 不會嘛 這樣理解嗎 然後 因為這些貪欲 我們又會在受生死的輪迴 就會繼續的有 那前面講這個 你們還記得嗎 為什麼 為什麼佛陀講了這個批喻 他說我不像國王一樣 可以賞善法惡 有這種自在力 他說 我 我對社長的形式不是這樣 佛陀說了這個批喻有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問說 問這個居士啊 問這個火種居士說 如果是主人 得自在 對不對 那你說色是我 是受 受人的形式 都是從屬於我的 能夠隨意自在 那為什麼 你一見子 聽到就不敢說了 知道自己錯了 為什麼 如果我不自在 蛤 對對 具體一點 具體一點 對啊 什麼叫不能主宰 比如說啦 比如說 我不滿意 我不滿意我只有 我不滿意我只有160 然後我 我叫我的設法 長到170 可以嗎 對不對 那你有主宰力嗎 對啊 以前 以前有一個 一個居士 他聽那個師傅在講 沒有我 就講沒有我 然後 這個人 沒有聽過佛法 然後也不知道 就第一次這樣聽說沒有我 他覺得 很奇 就是覺得胡說 就跟那個 火種居士講的一樣 這個人是那種華僑 以前 我記得那種 以前 以前那個 我們老師跟我們說 在很久以前那個高中的時候 那個 他的那個 很年 他 他 民國大概四五十年了 你想想看 那時候 很窮嘛 然後能夠移民是不是那種 很光榮的事 我不知道 你們覺得呢 然後他說有一個家長 一個家長 他就在 辦理那個 休學 然後來帶自己的小孩回家 因為要移民 然後他就 那個家長就故意 故意在全班的面前說 哎呀你到美國以後要好好做人 這樣 就是故意跟大家講 然後我們那個老師聽了很生氣 他就說 他就 他就當場 跟那個家長講說 在這裡難道就不應該好好做人嗎 然後那個家長 灰溜溜的趕快討這樣 我講這樣就是 意思就是說 那時候早期移民美國的 都有一種很 覺得自己很優越 看到一個和尚 英語也講的不怎麼樣 對不對 講沒有我 然後他就 他就 站起來去質疑那個 廟老 他就說 你說沒有我 我要做就做 我要站就站 我今天不願意聽你講 我走出去都可以 你怎麼會說沒有我呢 就像火種 其實很像 這種自在力 感覺上有 對不對 但是他有多可靠 但是他有多可靠 憂鬱症的人他不想憂鬱啊 他能夠自己控制嗎 可以嗎 不行嗎 你今天病對不對 你要做就做 你要站就站 你如果長了痴瘡 你要做就做不下來 知道嗎 這是你的意願嗎 你像個主人嗎 懂嗎 然後你今天出去給車撞了一下 對不對 你真的要站就站要走就走嗎 你 等你被撞 那個像那個 超人有沒有 演員那個超人 從馬背上摔下來 他就不能動了 那這個自在力跑去哪 那這個我是真的是自主 是主人嗎 這樣了解嗎 尿老就當然就是說 我忘記他怎麼講 但是 有 這樣就是他是這麼問的 那其實這個很好回答 因為這個自在力是虛幻的 他是嚴格被限制在 在一些條件當中 這些條件 隨時都會喪失啊 同學 懂我的意思嗎 你明天 不知道哪根筋不對 得了憂鬱症對不對 就是怎麼樣你都快樂不起來 這是你自己不能主宰的 這樣理解嗎 這樣了解 這是一個 有趣的故事 這個是有關於我的辯論 那 然可然品我們就在這邊就結束囉 理解嗎 好那我們現在就 進到下一品也是有趣的一品 叫做本劑 本劑呢就是事物的 原始 原始啊 我們在近代20世紀的物理學 讓我們第一次有這個能力 去窺探這個世間的起源 那我們先 既然 要談本劑嘛 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在的物理學怎麼談 我們這個世界從哪裡來 我們先從這個 時間 的開端來講 等一下 等一下 林柏 歡迎收看俗說宇宙 這裡俗指的是 通俗的俗 就是想用更通俗的方式 和小伙伴們分享一些 關於理論物理方面的 科普知識 所以這裡並沒有什麼高深的 攻勢啊什麼的 盡可能用更通俗的方式 讓更多的小伙伴們了解 我們這個宇宙是 多麼的不可思議 這裡面有太多的 不可思議的東西了 匪夷所思 反直覺 等等等等 相信對這方面有一定了解的小伙伴 應該深有體會 如果你對這方面還比較陌生 那這個視頻就太適合你了 相信看了之後你一定會大有收穫 還要說一點是 當然主要是說一些 被主流科學界已經 接受的事情 不會說一些民科方面的東西 今天我們先聊一聊 時間 時間這個東西 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考慮過它的定義 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 我之前有一個同事啊 他的女兒 大概四五歲吧 問他一個問題 爸爸什麼是時間 我那個查這怎麼解釋了 然後 想了想 確實這個時間不好去定義 它是個抽象的概念 基本上也就是說 它是物質的運動 變化的持續性 和 順序性的一個 表現 所以這個時候 你沒有辦法定義時間 時間是沒有意義的 簡單來說就是 大爆炸之前 沒有時間可言 當大爆炸開始之後 有了空間 這個時候有東西參照了 OK這才有了時間 還有一個反正法 還有一個反正法 是霍金在他的時間前 實力提到的 他是這麼說的 如果時間沒有開端 那麼到達現在的時刻之前 你要經歷 無限長的時間 這就意味著你永遠到不了 現在這時刻 所以說 我們認為 時間是有開端的 這是一個反正法 好了說完了時間的開端問題 我們再考慮一個 有意思的問題 就是 時間是連續的嗎 直覺來說 時間難道不是連續的嗎 這就要提到 物理學四大神獸之一的 之諾的烏龜 他說的是 假如你和一隻烏龜進行賽跑 然後你的速度是每秒10米 烏龜的速度是每秒1米 然後你說 我讓你先跑100米 然後烏龜卻說 那你就永遠追不上我了 What 烏龜解釋到了 當你跑到100米出 你需要10秒鐘 這個時候我其實已經跑到了110米出 而當你跑到110米出的時候 又要經過1秒 這個時候我跑到了111米出 當你跑到111米出的時候 經過了0.1秒 這個時候我又跑到了111.1米的地方 所以你永遠就不成 乍一看好像是這麼回事 但是仔細一想 10秒加1秒 再加0.1秒 再加0.01秒 再加0.0001秒 再加加加加加加加 這不就是求極限嗎 極限就是12秒啊 也就是說我在12秒的時候 就追上烏龜了 如果時間真的可以無限分割 那豈不永遠到不了12秒 剛才一直說追不上 那是因為把這第12秒 無限分割了 所以可以認為 所以可以認為 時間是 不能無限分割的 也就是說時間不是連續的 所以時間是有最小力度的 它叫做普朗克時間 這個時間大概是多長呢 這個 我們說本季呢 主要講的是時間 但是也是空間 也是跟空間 空間 有沒有一個開始 哈嘍大家好 我是林某 歡迎收看俗說宇宙 作為現階段的 標準宇宙模型 宇宙大爆炸理論 相信大家多少都有一些了解 我們現在的宇宙可能起源於 最初的一次大爆炸 空間 時間 物質 等宇宙萬物 都是誕生於此 大爆炸假說的根源 最早來源於 安斯坦的廣義相對論 根據廣義相對論的 廠方程 安斯坦得到了一個 動態的宇宙 那時候安斯坦認為 這根本不可能 所以隨手加了個常數進去 人為的讓宇宙平靜了下來 隨後哈勃通過實際觀測 根據星系紅一現象 證實了宇宙確實是在膨脹的 安斯坦趕緊又把那個 宇宙學常數給去掉了 其實在哈勃發現宇宙膨脹之前 比利時的一位天文學家勒梅特 他最早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論 後來又經過俄國天文學家 加莫夫的改進 才逐漸成為了今天的大爆炸理論 關於宇宙大爆炸 各種的紀錄片和科普已經非常多了 所以這裡我就不聊大爆炸具體過程了 我們來思考下這個大爆炸理論 它為什麼能夠廣泛的被接受 並成為現階段的標準宇宙模型的 就像提出爆炸模型的阿蘭古斯說的 大爆炸理論並不是闡述大爆炸本身的理論 而只是闡述大爆炸後 結果的理論 所以說大爆炸理論 並不能描述為什麼會出現大爆炸 以及大爆炸之前是什麼 這類問題 它更多只是用來解釋 但是我們現在的宇宙為什麼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最首要也是最直接的證據 就是剛才說的 哈伯定律的發現 我們宇宙正處於膨脹階段 那麼如果我們一路回溯回去 應該會看到一個更小更熱 密度更高的宇宙 那麼如果倒退到極限 退到那個最開始的地方 豈不就是一個點了 大爆炸的思想就是這麼來的 宇宙大爆炸里的爆炸只是一個描述性的詞語 最早是有人嘲笑這種理論 而特意給起的名字 後來發現這個詞形容的還挺切切 於是就這麼叫開了 它和平時生活中說的爆炸可不一樣 平時說的爆炸是在已有的空間中發生的爆炸 是先有的空間後有的爆炸 而宇宙大爆炸是 先有的爆炸 後有的空間 空間是被炸出來的 經常聽到被問的最多的問題就是 宇宙的外面是什麼 所以這個問題就相當於在問 空間的外面是什麼 這個空間可不僅僅指三維空間 可以認為包含了弦理論的所有高維空間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本身並沒有意義 或者你也可以這麼理解 可以把宇宙這個詞 當作是一個描述範圍的詞語 類似所有的概念 而不是固定特質一個東西 這樣你應該就能理解 為什麼這個問題沒有意義了吧 關於宇宙膨脹 有個經常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 既然宇宙一直在膨脹 為什麼有些天體並沒有遠離 比如地球和太陽的位置 甚至有的還在靠近 比如先進座星系 將來還會和我們銀河系合併 其實這個是由於他們之間的距離 相對於宇宙尺度來說 還是太近 此時引力效應更顯著 我們所觀察到的星系紅衣 都是非常遙遠的星系普現 並不是我們附近的星系 只有足夠遙遠的星系 我們才能夠觀測到它的退行速度 甚至有些速度超過了光速 有人一聽到超光速就開始激動了 總盼著打埃恩斯坦的臉 很可惜 這裡的速度並不是 狹義相對論中所說的物體的運動速度 而是空間本身膨脹造成的現象 就拿氣球上的螞蟻來比喻吧 有隻螞蟻在一個 扁了的氣球上爬 這個時候你開始往氣球里吹氣 氣球就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之前螞蟻一秒鐘能夠爬到一厘米的地方 現在可能爬到了五厘米的地方 但是對螞蟻自己來說 它並沒有爬五厘米 只是空間本身膨脹了 原本爬過的路径長度膨脹了好幾倍 因此最後結果像是爬了五厘米 所以說宇宙膨脹的發現 促使人們想到了大爆炸的可能 但是這都只是理論猜想 下一期我們就來聊一聊 宇宙大爆炸存在的其他證據 我是Limbo 俗說宇宙 下期見 拜拜 Hello大家好 我是Limbo 歡迎收看俗說宇宙 上期我們說到 宇宙膨脹雖然引出了大爆炸假說 但此時還只是假說 需要一些其他證據來驗證 其中最有利的一個證據 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發現 這個也是一個諾將級的發現 在發現微波背景輻射之前 人們通過理論模型 預測出了宇宙中可能存在大爆炸之後殘留的餘溫 就是說如果大爆炸真的發生過 那麼我們現在的宇宙中 應該還有一定的餘溫才對 只是這個溫度非常非常低 當時認為只有大概不到5K的樣子 所以當時的設備很難檢測到 後來是被貝爾實驗室的兩個搞無限電的工程師 意外發現的 當時他們只是在對一個高靈敏度的天線進行測試 發現背景噪音怎麼都消除不掉 宇宙學家們知道以後說 這不就是我們千辛萬苦想找到大爆炸後的餘溫嗎 竟然被你們倆給發現了 別說了 趕緊寫論文吧 自從這個論文發表以後 人們又進行了各種觀測 通過各種儀器 最後將溫度定格在2.725K 這兩位工程師也因為這一偶然的發現 獲得了1978年的諾貝爾獎 正是這個背景輻射的發現 才是更多的天文學家們承認了 宇宙確實發生過大爆炸 除了微波背景輻射外 還有些其他的證據 比如通過宇宙中元素的佔比 這些也都間接的證明了大爆炸的存在 當然大爆炸理論也不是完美的 它也有解釋不通的地方 比如按照大爆炸理論 宇宙中相隔很遠的兩個區域 由於空間膨脹的速度超過了信息或能量傳遞速度的極限 也就是光速 所以這兩個區域的溫度可能並不相同 但是根據目前的觀測 宇宙中各個區域的溫度 卻是幾乎完全相同的 說白了就是 炸的也太過均勻了 還有人有提出質疑 像是五仙北緬座長城這類 宇宙中超大尺度結構的存在 應該怎麼解釋呢 可觀測宇宙的直徑才940億光年 這種宇宙長城的尺寸就超過了100億光年 理論上來說 宇宙不是應該是均勻的嗎 不應該有如此大尺寸的結構存在才對呀 關於這個問題 我還專門請教過考天文研究的 他的解釋大概就是說 我們看到的940億光年 僅僅只是可觀測宇宙的範圍 宇宙的全貌將大大超乎我們的想像 100億光年只是個很小很小的局部 在越大的尺寸範圍內 宇宙越趨於均勻 另外關於它的成因 目前觀點認為是 由暗無知的引力原因導致的 自大爆炸理論提出以後 科學家們也在不斷地對其進行補充和修正 比如後來的暴障理論 甚至M理論 從弦論角度重新解釋了宇宙大爆炸 弦論由於過於超前 全是純數學計算 目前來說完全沒法驗證 所以很多人甚至認為它不應該屬於物理學 所以我也一直沒有聊太多這方面內容 畢竟做科普 太過前沿的東西不確定性的太多 當然如果大家感興趣的話 後面也可以考慮講一些這方面的內容 好了 我是林某 俗說宇宙 下期見 拜拜 這個就是 我們目前對那個本季 本季的推求 我是林某 歡迎 對本季的推求 那 這個 本季其實就是一種原始 就是我們在 追求 時間是不是有開頭呢 你們認為有開頭嗎 為什麼有開頭 那是你個人 那麼 如果我們說有輪迴的話 有輪迴的話 你出生之前應該還有 另一生 那麼另一生前面還會有另一生對不對 那麼 一直往前推 有沒有一個 起始 沒有起始 沒有起始 沒有起始那是什麼意思 沒有起始 沒有起始那是什麼意思 那個佛陀的 他引用了那個佛陀的那個 的話 他說 佛陀說生死本季不可得 那可見得生死是有的 那這邊就附帶提到了本季 然後本季不可得呢 你們怎麼理解 推不到一個頭 這後面有解釋 他說什麼呢 有的認為 無死是有因的意義 就是說 你找不到一個沒有原因的東西 所以這個原因就會無窮的退後 那如果說有死 那麼最初的那個就變成 沒有原因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他認為那個佛陀說無死的意義是認為 所有的事物都有原因 目的在說這個而已 有的認為呢 無死就是沒有原始 就是你 是真的沒有那個 所謂的開頭 那我們就想像這個時間是不是像環一樣 就是那個 如果把這個抽象的時間 剛剛講那個時間是很抽象 他就是事物在變化 或者是事件 次序 事物的變化 或者是事件 三世對不對 三世對不對 三世一定是 因為的存在在表現 在表現 之後在消失 是不是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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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這個 這個 這個是 這個觀念我們是中文對不對 其實中國人沒有這種時間觀 講那個過去是印度印度的語言 這個是真的就是從那個泛文直接翻過來 叫過去 就是 過就是 超 怎麼講 就是過去 現在已經變成我們的概念了 就是 在過去的時候 這三個的次序是不會顛倒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會 這個一二三 不會顛倒 不會三二一 也不會三一二 知道嗎 不可能的 這個 在我們現在的物理學講那個熱力學 就是跟時間有關 講到那個亂數 叫商 然後 然後當然 跟 變化很有關係 那 佛陀說沒有死到底是什麼意思 第一個呢是有因的意義 第二個呢就是 沒有 沒有原始 那沒有原始又有時間 那是不是這個時間就像一個環一樣 他不會有開端啊 對不對 他不是一個 線性的結構 如果有 有死 不覺得有中嗎 對不對 然後他說這個 第二個就是沒有原始 第三個呢 無有死於此者 就是 佛陀說本祭不可得 或者說無死 正好就是說 無有死於此者 無有死於此者 什麼意思呢 就是沒有比他更早的東西 這樣 這個理解嗎 就是很像有人說 無上司有沒有 就是他沒有老師 叫佛陀 這個無死就是 無有死於此者 這樣 好 那 這個當然都是一種 別解 這個 其實都有 某部分的 這種 我們說這種 錯誤在 裡面 我們對於 時間的選想 其實就是 根據時間 自己的 特性 這個死跟中 怎麼來的呢 有人說呢 這個特別是 現在 死有論 我們剛剛講這種 時間觀 在友部 這是比較特別的 友部認為 他們怎麼樣來 論述時間呢 是從 我們的認識開始說 友部這麼說 為什麼我們能夠 想過去 企劃未來 如果沒有過去跟未來的話 我們憑什麼 能夠想 所以呢 意識能夠圓取 就表示 他有 某種意義的存在 你們可以接受 這一點嗎 他的根據的那個 原則 是從聖言良 他說那個認識 是二元生 這個 我們的認識 是 二元生的 對不對 那我們有意根 對不對 然後有 這個禁 這個禁一定是 石油的 這個根也是石油的 那當我在想過去的時候 這個禁 一定是石油的 否則 不會生起認識 你們同意嗎 他說是 佛的 佛的那個意見 然後 這也是 引發一種 哲學 哲學的那種爭論 因為他根據的是一種法則 叫無責不森 你能不能想像一個 沒有任何人想過的一個房子 你能不能想像一個完全不存在的一個東西 你可以對那種完全 沒有不存在的東西 生起認識嗎 這是根據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認為想得到的東西 在 一種 特定的意義上都是 存在的 然後呢 這三個既然都存在 那為什麼會有未來現在過去的差別呢 因為有部說是因為他們在分位不同 有作用的是現在 然後沒有作用的當然就是兩個 然後 一個是潛在 潛在的有作用 這個是未來 這個是完全沒有作用 他們是在分位上不同 其實他們都是純有 這個是三世 史有論 那麼 解釋這個死跟中 他就是用分位來解釋 現在史有論是另外一種時間的觀點 他認為 只有現在是真實的 那麼 為什麼我能夠 意念過去 就是我們從這一點 看到 遺留在現在世裡面 殘留的這一些經驗對不對 那就是我們的記憶 從記憶裡面去回憶 我們說有過去 從 這個 這個意識 一直流變 到現在的存有 他殘存的東西 我們回憶過去叫 過去嘛 計劃未來叫未來 那事實上呢 他們都不存在 只有現在這一剎那 是存在的 那麼 當他往前望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想像有一個起始 往後看呢 就會有一個重點 這樣 這樣 所以 只有現在是死有的 過去未來是沒有的 那 佛陀說沒有本記 難道只是贊成 只有現在這一刻嗎 是這樣嗎 那科學 科學認為 本記可不可得呢 我們 認為是有 剛剛不是講嗎 科學說是有 宇宙起始於一個大爆炸 那意思就是 空間有一個開端 時間有一個開端 所以我們說現在的物理學 在量子力學跟那個大尺度的天文學 你會不會發現他跟那個 跟這個越來越可以 統合在一起 既然 宇宙起始於一個大爆炸 那麼大爆炸之前是什麼呢 誰讓這個宇宙爆開來的 對不對 我們看那個 那個阿奎納 就是在中世紀一個 那個神學家 他說那個上帝呢 他本身就是 在時空之外的存有 那不是就是那個大爆炸以前的 的東西嗎 對不對 所以 上帝 是沒有本紀這種想法 因為他是長 只有變化的東西才有起始 理解嗎 那 上帝就是在時空範疇之外的東西 這個都是 關於這種本紀的討論 你會發現 我們 佛教在談的這種 時間觀點跟現在 宇宙 我們講那個宇宙好像不太一樣 對不對 我們講的這個 物理學的一些現象跟 那個 以前佛教講的那個時間不太一樣 但是 時間 不管你怎麼描述他 他就是一個流變的過程 那 這個流變的過程 外人是想要用 本紀不可得 這是佛說的 但是他不太理解 為什麼不可得 我們可以 剛剛有三種解釋 都可以解釋佛說的 不可得 但都不是佛 佛教的那個 我們講這三個意見都有一點邪見在 成分在裡面 那 他們是為了要證明 不可得就是 現在正在進行的這種流變是有的 這樣了解嗎 就是為什麼會有本紀品 外人 就是 認為那個什麼 剛那個 龍樹講的 從觀音原品一直到現在觀 做作者 染染者 本柱 染可染 這些都不可得 他認為說 應該有某種東西吧 因為佛陀就講 生死是有的 但是本紀不可得 那可見的生死是 某種東西是一定在那邊 在那邊變化 所以 引用這句話本來是要證明現在的流變是有的 那 龍樹就特別去談那個本紀的問題 這樣了解嗎 直接看 本紀 佛陀不回答 為什麼呢 因為本紀就是 十四無紀之一 那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十四無紀 這個十四無紀 這個故事比較長 我們 我們先 看一下 沒關係 還是先看一下 這個 十四無紀 最有名的一個例子 是在劍玉井 有聽過嗎 在中阿韓 這是一個 非常有名的故事 因為 有些人根據這個故事 劍玉 就是說 我們不應該做這些哲學討論 這些哲學性的討論呢 跟我們的生死無關 所以我們研究佛學的 那個都是多餘的 那些探討啊 那些論事 他們就是 離佛已經很遠了 結果我們 這個論調跟禪師就很 那個 一鼻孔出氣就對了 就是這麼多那個 像玄莊這些 在歷史上留名的這些 意識啊 這些都是 他們的工作就是 根本就是細論這樣 講白一點是這樣 其實這個這種看法是非常 我們講非常的扭曲啊 因為在歷史上 從來沒有人這樣說過 但是 現在人就最容易忘聞生意 知道嗎 特別是有的人會以南傳的佛法 最標準 因為他認為 他們保留佛陀的生活方式 所以也保留佛陀所有的遺產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那個 魅於歷史的看法 我們先 來看看這個故事 是在說什麼 這是說一個慢童子 他修行不得力 然後每天在想什麼呢 他說 他都在想說 所謂此見 世尊捨自出卻 不禁通說 他呢 他就這麼想 佛陀對一些事情都不回答 什麼事情不回答呢 世間是有常 世間是無有常 世間是常的呢 還是無常的呢 世間有底 還是無敵呢 常 無常就是 就很像那個 那個愛因斯坦的宇宙常數 這個宇宙是有 是靜態的還是動態的 那他到底有沒有界限 比如說 這個宇宙 的邊際在哪裡 空間的邊際在哪裡 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呢 這樣理解嗎 時空都可以這麼談 是有限的無限的呢 還是 是變動 就是這個宇宙是在膨脹 是在變動 還是這個是 這個宇宙就 開始 結束都是長那個樣子 這個是靜態的宇宙 這樣了解 那 命是生 生 命是易於生呢 就是我跟五運的關係 然後再來 如來中 如來不中 如來 中不中 如來 就 跟那個 十四無際 那個 如來滅後是純有 或是非純有 是亦純有 亦非純有 一樣 一樣 這個就是 那個如來滅後的問題 那 我不欲辭 我不仁慈 我這個講的是十個無際 我不可 我不可 就是說你 一定要給我一個回答 如果 世尊為我 一向說 世間有常 如果你給我一個具體的答案 說這個世間 就是這樣 他是靜態的 那我就跟著你學 那 如果你不 不為我說 世間有常者 我當 你如果不是答案不是這樣的 那我就要再問你 然後 我不滿意你這個答案我就要離開 然後 其他的問題也是一樣 意思就是說 你一定要跟我一個答案 你呢 不為我說 我這個答案就是真理 那其他的都不合理 都是 忘說 都不是 不是真理 那 我就會 離開你而去 就你的答案不能夠讓我 滿意的話 我就要走 這樣理解嗎 然後 他這麼做 這麼 這麼想 然後就去問佛陀 然後 白曰 我呢 今天 獨安靜處 我在安靜的地方 驗作思維 我心裡面這樣想 他說 世尊 所謂此見 就是 世間是常或無常 這樣的意見 這樣的見地 世尊捨自除卻不 你都 不回答這些問題 那哪些問題 就是十四無際的問題 然後我呢 我實在是不能忍受你這樣 都不給我們一個回答 你 既然你是一切自責 對不對 那麼這個 宇宙有沒有邊際 你應該知道 那你應該告訴我 對不對 如果你 你回答不滿意 你的回答我不滿意 那我就要離開你 這樣理解嗎 然後 這個曼童子呢 就這樣跟佛陀 下最後的通牒 然後被佛陀呵斥 佛陀說 世尊就問他 他說曼童子 我本 頗為如如是說 世間 世間有常 如來從我學其翻新約 他說 我當初 是這樣跟你說的嗎 我說這個世間是長的 這是真理 所以你來跟我學 你來跟我學 這個解脫之道 我有這樣子告訴你嗎 然後曼童子說 佛也世尊 就沒有世尊 你沒有這樣講 然後呢 然後呢 如是 事 這個都一樣 我是跟你講 這個世間的屬性 這個命跟 這個 命跟生的關係 我有承諾過你說 這樣這樣是真理 其他的都是虛妄的 然後你來跟我學 我有這樣的主張嗎 然後那個曼童子說沒有 他說 這個都是一樣的 重複的語句 然後那個曼童子 他說世尊就告訴曼童子說 我本不像如有所說 我不根本沒有跟你講過 這一些形上的問題 如本意不像我 有所說 如於是何故虛妄 就是說 我根本沒有給你這樣 對那個世間 這些抽象 這些形上問題 我沒有給你過任何的 承諾 那你為什麼要毀謹我呢 說 如果你不承諾我 我就要離開 好像我辜負了你什麼 然後佛陀就呵斥他 然後呢 說你這樣是沒有智慧的 就開始說了一段批語說 你呢 老是追求這些 這個愚痴的人 做如是念 若世尊不為我一向說世間有常者 如果你不給我一個真理的答案 我就不跟你學 比於痴人盡不得知 於其中間 就是你還沒搞清楚這些問題的時候你就死了 如是 事無常 事 事無有常 事有底 無底 命即是生生異命 生異於命 如來不忠 如來不忠 如來忠不忠 如來亦非忠 亦非不忠 你都還沒搞清楚這些問題你就死了 不要拔 就是講這個劍是長什麼樣子 你啊我還沒搞清楚這個劍是什麼 你千萬不要拔他 然後這個弓弦 是牛津鞭的呢 還是這個陸鞭的呢 還是絲鞭的 這個劍 這個弦 是什麼 如果還沒搞清楚你千萬不能拔我的劍 你知道嗎 他什麼都要問就對了 你要把這一切的訊息都搞清楚 那這個人是不是還沒搞清楚就已經中毒死了呢 的確是這樣 所以就愚痴的人才在這個形上學的問題打轉對不對 你呢 永遠不可能找到答案 這種形上學的討論是不可能中止的 然後呢 你還沒 探索到一個 探索到一個答案呢 你可能就是這樣就死掉了 這樣了解嗎 十四無常就是這樣來的 那到底我們應不應該討論 到底應不應該討論 你們覺得這十四無際是 虛況妄語 我們解脫根本不用去 講這一些 像榮樹講這個本季拼有沒有 在小乘看來 多餘的 不可得就是不要管他 知道嗎 管他是什麼 你要怎麼做呢 就是 洞中產 就是那一套 你這樣這樣 就是 修行呢 不是一門 不是一門哲學 而是一門技術 跟工匠一樣 它只是一門技術而已 不是你們這些哲學家 在那邊亂想 對不對 這是兩種傾向 這是兩種傾向 很像什麼呢 很像我們像那個 陳納發展的量學 旋裝有沒有 到那個印度去留學 然後跑了十幾萬公里 花了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抱回一堆 在細論的東西 都是在談這些形上學 其實要解脫 哪需要這樣啊 要解脫怎麼解脫 你就是 坐下來 觀生無常 那怎麼觀生無常呢 你就是坐下來 然後看這個念頭生氣 然後看他 就是看他 不要接受他 也不要 也不要隨順他 你就是看 然後知道這是無常 是這樣啊 你們覺得 修行是哪一種 你們覺得修行是哪一種呢 先不用講你們的立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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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這個建玉經 佛陀用建來比喻 那是不是傾向說 討論這些問題就跟解脫沒有關係 你認為呢 你認為建玉經的 異曲在哪裡 看起來好像是 這是 很多那個南傳的人 他會 拿這個建玉經來講 這些哲學討論沒有意義 那開什麼玩笑 我們 從那個 我們已經講了半年了對不對 從因果關係 從那個來去 對不對 今天還講什麼 特修師之傳 那個跟解脫有沒有關 都沒有關 從建玉經來看是好像是沒有關的 那為什麼監玉經要這樣講 佛陀的用意在哪裡 下禮拜我們來揭曉 對 這是 是一個 外國的學者 但是寫得非常好 那我們下禮拜就是 下禮拜就是來看 他 他 在這一本書裡面 他有談這個十無忌 或是十四無忌的問題 那是非常切合這個佛陀的意思 我們 今天 時間到了我們就講到這裡 蛤 沒有這個是 蝦皮 對 就是他長這樣 你們可以去買看 好大眾 合掌 願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你眾生 皆共成佛道 所以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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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